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议多好玩开水 多运动 少吃垃圾食物 才能保持健康与活力 黄转发文表示 体内积累的水分和弹弦就交湿气 若湿气太高则会影响人体的增长代谢机循环 导致讨厌 胃罩 水肿 皮肤过敏等症状 以下为落大身体厨师方法 第一 调整饮食习惯 少吃冷饮 油腻甜食等食物 建议摄取无糖茶 咖啡 牛奶等饮品代替含糖饮料 使用肉类 蛋类 豆类及坚果种子来代替油炸 有力的食物 甜食部分可吃前果 配巧克力 优格或全麦饼前来代替 第二 多好玩开水 多好玩开水可以活化内脏 让内脏温度升高移受适度 基础代谢率也跟注提高10% 12% 燃烧脂肪的效率更加 撤取充足水分也能促进体能循环 帮助消水肿 排废物 促进排便 第三是当运动 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 也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力和免疫力 提高抵抗湿气和病菌的能力 像是跑步 健走 游泳等运动 都有助于加速湿气和毒素的排除 第四 保持睡眠充足 睡眠可以改善心情和情绪 减少湿气对精神和神经的影响 也可以调节体温和水分平衡 防止湿气造成的水肿和发炎 第五 保持衣物和居住环境潜爽 减量不要穿潮湿 为前的衣服或睡在潮湿的地板上 避免体外的湿气进入了体内 第六 多开窗通风 室内空气与室外空气产生对流 能带走多余的水分和肉量 降低室内需度和温度 减少湿气在室内积聚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 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 及转传